清單音樂 我們今天是要來談談 命題跟論證的問題 各位知道其實對邏輯來講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字就是論證 那論證這件事是我們每天都在進行 甚至呢 自己都在對自己做很多的論證 每天自己都要對自己做很多論證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論證的結構是長什麼樣子呢 很簡單 論證基本上就是一堆語句 各位記得這裡的語句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完整的句子 OK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判斷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是要完整的句子才能判斷 好不好 比如說舉個例子 好來你問我一個問題 隨便問 老師你中文是 我 再說一次 他發出一個疑問什麼 蛤 為什麼 因為我始終沒有把完整的句子講完 所以你沒有辦法做判斷嘛 對吧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回答一直在那邊我我我我有沒有用 沒有用嘛 對吧 好比說你如果跟對方約會對不對 對方遲到對不對 對方一直跟你我我我那怎麼辦 生氣啊 你到底要我什麼 所以當我們在判斷的時候一定是完整的句子 各位記得 我們在平常講話的時候雖然不太注意這件事 不過我們講的都是完整的句子 好那當然有同學反駁啊 老師 沒有啊 舉個例子 中午誰想跟我一起吃飯 我 這就不是完整的句子啊 可是我們懂不懂 懂啊 為什麼 來再說一次 被省略掉太棒了 他其實是被省略掉的嘛 對吧 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完整的句子是什麼 我要跟你一起吃飯 對吧 後面那個句子省略掉說 我們大概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對吧 所以他有沒有回答完整的句子 有 他其實有回答完整的句子 只是我們會 知道後面那個部分被省略掉 這樣OK嗎 可以喔 好 可是有時候有沒有省略就麻煩了對不對 有些人覺得有省略 有些人覺得沒有省略 哇這個麻煩就大了 對吧 有的情況之下你會覺得說 對啊 我這樣講不就意思很明白嗎 沒有啊一點都不明白啊 你後面怎麼不說 因為我不說你也知道啊 沒有啊你不說我不知道啊 好所以就會出現這樣的爭論對吧 各位經常在生活裡面出了這樣的爭論 意思就是說 對於能不能省略這件事情大家有不同的 想法 有些人覺得對對對 這個省略你就應該懂嘛 沒有沒有沒有你省略了我就不懂 是吧 好所以呢 這件事情其實沒有各位想那麼容易 所以 論證這件事情基本上大概 很麻煩就是因為 我們有時候會省略 有時候 覺得不應該省略對不對 所以 這個呢我們往後還會再跟各位提到 那它基本上就是有一群 語句所形成的集合 換言之就是 我們有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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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句子 可以吧 這件事沒有問題 那它的結構很簡單 它的結構呢基本上這個語句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ok 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我們把它叫做前提 第一個部分把它叫前提 第二個部分呢我們把它叫結論 ok 第二個部分我們叫結論 那一個論證的組成很簡單就是前提跟結論 答錯 可以吧 好 那問題來了 什麼是 前提什麼是結論呢 它的形式大致上是這樣 基本上我們大概用最簡單的表達方式 就是各位看到這個P1到Pn 它就是前提的位置 那每一個記得都是完整的一句話 然後Q基本上就是結論 所以Q 是吧 ok 好 那當然啦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最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大部分人會假設別人有 論證能力或者推論能力對不對 對吧 好比說你如果跟對方講 然後對方做的東西 不如你的意見 你就說 你難道不知道要這樣做嗎 我怎麼知道要這樣做 你聽我這樣講你就知道要這樣做啦 我怎麼知道 請問 這個時候他們在爭論什麼 他們在爭論的就是說 我告訴你從P1到PN 對不對 你會不會推論出Q 有些人覺得理所當然嗎 有些人覺得 不那麼理所當然嗎 是不是 好 那有沒有那麼理所當然是誰決定 好問題來了 沒有人能決定 沒有人能決定太好 用人來決定太可怕了 對不對 如果用人來決定的話 有些人覺得可以 有些人覺得不行 對吧 是吧 有些人會覺得 對啊 這不是很自然而然就會嗎 有些人就覺得沒有啊 哪有那麼自然而然就會 對吧 你不講我怎麼會 好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爭論的就是 這個推論到底能不能夠 得到那個結論是 邏輯裡面的一個大問題 我們當然都覺得說 好 很多的論證應該是 你看你聽到了P1到PN 你應該自己就可以得到Q 對吧 好 不過我們先回來看看這個論證結構 所以第一個 剛剛講到了Q 好 Q呢基本上就是我們的主張 或者要證明的結果 很簡單 OK 那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會有不同的主張 對吧 好比說舉個例子 剛剛同學問我今天中午吃什麼 好我今天中午吃麵 對吧 好那就會有人開始問說 老師你為什麼要吃麵 好當這個為什麼出來的時候他就是在問什麼 問你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對吧開始問理由 所以呢 你現在我聽到你有一個主張 就是你中午想要吃麵啊 或者你中午想要吃飯啊沒關係 你中午可以吃麵 也可以吃飯對不對 好但是你想吃麵或吃飯的理由是什麼 你會不會給自己一個理由 會吧 好比我舉各位現在在座的為例子好了 各位你今天來上課對不對 對吧 來上課有沒有理由 有嘛 對不對來上課一定有你的理由嘛 是不是 有沒有同學沒有來上課 有啊 那沒有來上課有沒有他的理由 也有嘛 對吧 所以 我們任何人的行動 主張 證明的結果 通通都是這些結論 都可以當作這個結論來看 OK 好 那我們的這個前面的P1到PN 就是用來支持結論的理由 很簡單 就用來支持結論的理由 請注意 我現在 只有跟你講 論證是怎麼一回事 OK 我還沒有跟你提到 這個推論是不是對的 或者是不是正確的 或者是不是有效的 這件事我們容後再討論 我們等一下才會討論 我們現在只告訴你一個論證長這樣子 OK 換言之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主張 但是他的理由一定是好理由嗎 不一定 說不定他理由很糟對不對 對吧 那個理由很糟算不算一個論證 算啊 當然算啊 因為他也講理由了嘛 是不是 只要他有講理由 他就算一個論證 OK嗎 可以嗎 好 所以 一個論證呢除了前提跟結論之外 我們通常 還會有一個連接詞 那這個連接詞呢通常就是因此啦 所以啦等等之類的東西 這樣可以嗎 OK 好這就是一個論證的基本架構 好 那我們要來做一個小小的練習 好不好 我們要來做一個小小的練習 好我先說一下這個例題 例題是這樣 好第一個例題是說如果你到過陽明山公園 那你已經看過王陽明的塑像對不對 傅浩正從未到過陽明山公園 所以 傅浩正沒有看過王陽明的塑像 好請問 那個連接詞在哪裡 所以 對不對 連接詞是不是所以 對吧 好 好那在所以的前面 出現的就是 前提 所以後面出現就是結論 沒有問題吧 OK 好 那我們來看喔 請問一下 第二題 火星上沒有人類生存 因為人類生存需要氧氣 而火星上沒有氧氣 好請問 重要的連接詞在哪裡 可以試請說 因為太棒了 可以嗎 好 那結論在哪裡 火星上面有人 沒有人類生存對不對 這個結論好 所以 前提呢 前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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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火星上沒有氧氣只有一個 好人類生存需要氧氣 他有兩個前提 對吧 是不是 OK嗎可以嗎 很簡單吧 這個 論證練習很簡單對不對 好 各位來看看第三題喔 大學校園裡的教授們都喜歡讀書 我帶著書進入教 教室教授說我是上進的學生 請問 關鍵的連接詞在哪裡 他是不是省略了 來來點頭來舉手 就是你 對 對對對你剛剛不是點得很用力 對啊 你覺得他講的是對的省略了 是嗎 是嗎 他看得到但是省略了 好 也是 他省略了因為我帶著書進教室 因為 因為我帶著書進教室 好 喔我來 我來問一下有沒有人覺得沒有省略 省略成為一個 逗號 就是我帶著一個逗號 後面那個逗號 後面第二個逗號 省略了什麼 那個逗號就是他的 語氣轉折 語氣轉折所以要加什麼字 所以 好 那各位看 我猜有些同學應該會覺得說 我的確省略了對不對 對吧 好 可是呢 如果你把它唸成不省略有沒有疑問 好像也沒有對不對 對吧 好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生意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在論證裡面會省略一些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在論證裡面沒有省略這個東西 這個就會造成爭論 所以這個對邏輯學來講是非常困擾的一件事 因為不知道誰為準對不對 好所以各位回去看 我們在題目會告訴你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 你認為該段如果不是論證要回答不是論證 注意 在回答的時候一定不能怎麼樣 加入新的資訊 什麼叫加入新的資訊 對你不能自己加 因為 所以 進去對不對 那這樣子不是論證就會變成是論證 OK 事情說 所以他有沒有可能只是剛好前面兩件事 然後發生了一三件事 其實沒有論證 對他可以不是論證 他可以純描述嘛 對吧 你如果 我們往後會告訴你 如果把純描述當成論證你會很辛苦 知道嗎 比如說 如果你以後 結婚之後你太太問你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一直回答為什麼 他會生氣的 因為他在描述 他沒有要你做論證 有時候你會搞錯 OK 好 沒關係以後你就會知道 好 OK 慢慢慢慢我會告訴你 你不用緊張 對 所以各位看這三句話 大學校園裡面教授都很喜歡讀書 我帶書進入 教室 教授說我是上級學生 這件事基本上來講如果不加入任何資訊 他可不可以當成純粹只是描述一些事實而已 可以嗎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要做論證 他純粹就是描述事實而已 所以各位要知道 要不要加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們通常會需要共識 有一些 convention的出現就是 好像也會要有一些共識說 這個地方到底有沒有加 他才會變成一個論證或者不是 好 那再來第四個來 無聊的課程總是令人昏昏欲睡 尤其邏輯課非常有趣 因此我在邏輯課裡面總是精神異議 好請問關鍵的連接詞在哪裡 因此對不對 好所以結論呢 結論結論是 我在邏輯課中 總是精神異議 對不對 OK 很好很好很好 好前提 也是 邏輯課實在非常有趣 邏輯課實在非常有趣 只有這個是前提 因為第一句話他沒有連接詞 只是第一句話他沒有 他感覺只是像一個事實 所以第一句話不是前提 搖頭 你搖頭看到了 舉手 所以第一句話是 都是前提 因為他如果是一個論證 他都是前提 好這位同學剛剛講了一個關鍵的地方 前提是不是一定要相關 你的理由是不是一定要相關 不一定對不對 對吧好來剛剛這位搖頭的來 舉手 對好來 你問我為什麼會遲到 因為太陽從東邊出來 請問我有沒有給理由 他問我為什麼會遲到對不對 我就說因為太陽從東邊出來 請問我有沒有給理由 有啊 只是這個理由好不好 糟透了 對不對 對吧 我們人都會給理由 但這個理由不見得要相關 或者一定 是好的才叫理由 不是 我們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我們只要給理由就好 有時候那個理由糟透了 你看 我們會不會有人給這種糟透的理由 會啊 對吧 比如說我碰過那個男生 不管你問他什麼 他就說因為我帥啊 他的理由永遠都是因為我帥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只是這個理由糟透了嘛 對吧 雖然他自己不知道 對吧 下次你就跟他說這個理由糟透了 對不對 不會什麼 今天為什麼天氣這麼好 因為我帥啊 對吧 啊為什麼那個 台大這個 煙靈大盜 要做這麼寬 因為我帥啊 任何事都是因為我帥 這個可不可以是理由 可以喔 各位注意這個都可以當理由 理由不見得一定是 好的理由才叫理由 壞的理由也是理由 對不對 對吧 沒有關係的理由也是理由 OK 那再來第五題來各位看一下 好 老師你一定要相信我 雖然我考得不好 可是我上課真的有認真聽課 不是論證太棒了 那不是論證吧 很明顯 OK 好 那現在各位就會了 那現在各位都知道什麼叫論證了 所以 我們現在只是告訴你論證 的情況 但是沒有告訴你 那個推論是不是一定要是對的啊 或者那個還早 那個等一下才會這樣 好第二件事情 我們論證有兩個重要概念 OK 好 第一個概念比較麻煩 出現在 前提跟結論的語句呢 都是命題 這個命題是 邏輯學家或者說 哲學家的 專有名詞 叫Proposition OK 是命題 那很多學科也會用這個語詞 但是 他要講的呢 我們等一下會告訴你 所謂的命題 指的是 要有意義的語句 才叫命題 OK 再來意義內容 好 那它的差別很簡單啊 各位如果不知道它的差別 好 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 傅老師在那個家裡對不對 然後對著我家的那台電腦 然後輸入 用那個 輸入法輸入說 我愛你 然後螢幕出現 陡大的 我愛你 請問 請問 我有沒有感受到 電腦在對我做什麼 電腦螢幕出現 我愛你 請問我有沒有感受到電腦對我做什麼 沒有吧 對吧 是吧 好那假設是我的太太坐在我的 坐在我面前對不對 然後 很深情的跟我說 我愛你 或者這樣 他寫在紙上對不對 我愛你然後秀給我看 請問 我有沒有感受到不一樣 有吧 對不對 注意喔 注意喔你看 電腦裡面那個我 愛你 電腦螢幕出現的我 愛你 跟我太太寫在紙上的 我 愛你 是不是同樣的句子 一樣對不對 是不是一樣 對吧 可是他表達的意義不一樣 不一樣喔 OK嗎 可以理解 那個意義完全不一樣 對吧 你看到一個人寫我愛你給你 跟電腦出現我愛你 那個差太多了 是吧 對嘛 所以 基本上語句跟為什麼需要命題 是因為 對哲學家來講 或對邏輯學家來講 我們對那個意義這件事情很在意 就是你聽到這句話 它的意思是什麼 OK 那關於意義這件事呢 在哲學上有很多爭論 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修修課 OK 請問那個意義在哪裡 你怎麼捕捉到那個意義的 句子有沒有固定的意義 有沒有 然後句子的意義是誰決定的 是說話的人決定 還是這個句子本來就有固定的意義 這個就大問題對不對 就是 我常常覺得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這個如果要過好日子的話 這件事情要學會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搞不清楚 我聽到常常有的爭論是這樣 就是有的同學會說 我的意思根本就不是這樣 你的意思就這樣啊 不是的 你誤解我的 沒有啊 我哪有誤解你 是你自己誤解你自己 這件事可能吧 請問會不會自己誤解自己 你說話的意思就不是這樣 會了 是嗎 會 你覺得會 OK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喔 各位知道 哲學家對這件事特別有感興趣 就是 我們通常在理解對方講話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意義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意思應該是這樣 可是當對方講不是的時候 請問 說話的人有沒有權威性說 我來決定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有沒有 他有沒有這樣的權威性 我說了算這樣子 可不可以 然後搖頭 你搖頭 為什麼不行 話講出去之後在 坐著就已死 喔 很好 對 可見你有哲學底子 他講的是 坐著已死的觀點對不對 就是文本詮釋 學裡面認為 你只要寫出去了 坐著已死 很好 對吧 所以你不要以為你說出去的話 你覺得是什麼意思就什麼意思 太棒了 對吧 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各位不妨去想想看 為什麼 哲學家或邏輯家對這個會感興趣 是因為 其實我們 理解那個意義很重要 那當然 在這門課裡面我們不談這個問題 因為這門問題太多了 所以我們 直接把它當成有意義 而且呢 是直接對應的 OK 那個對應 我們這門課能夠對應到 多簡單呢 我們只能夠到這裡 就是比如你說 傅老師是男人 曾凱甲 舉手 我聽到 曾凱甲 真的喔 OK 要明顯到這種地步 就是我們這門課能夠談的就是這樣而已 OK 就是我們不談那個 剛剛我講那件事 因為 太困難了 所以我們就當作有 而且它是對應的 好接下來第二件事情呢 是很重要就是 論證的形式化 OK 那 一般來講叫 formulation 意思是說 我們 這門課要討論的 不是 論證的 內容 是什麼 而是討論論證的 形式 這種推論形式 是不是對的 OK 那至於什麼叫論證的形式化呢 其實很簡單 來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各位知道 我小時候 學那個加法的時候 老師怎麼教加法呢 我可以問嗎 各位怎麼學加法的 就是試則運算的時候老師怎麼教的 可以嗎 那個是 中間這位同學 條文同學來舉手 是對 你小時候老師 教加法怎麼教 可以告訴我嗎 數手指 那你 時代跟我不一樣 畫蘋果你跟我時代一樣 對不對 畫蘋果你這個時代跟我一樣 我的老師也是畫蘋果 很好很好 那我有一個同學很有趣喔 就是 我們加二加二等於四嘛對不對 然後呢 一二加加法 老師 交的時候就畫兩顆蘋果 然後兩顆蘋果 等於 然後後面要填什麼 四顆蘋果 是不是要畫四顆蘋果 對吧 好 結果呢 到了這個 我們那時候叫做月考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叫什麼 你們現在應該叫其中考 就是 時代差異 我小學叫月考 月考的時候呢 老師就出了一張 然後上面呢 是畫兩根香蕉跟兩根香蕉 等於後面畫一條線對不對 我同學就畫了四顆蘋果 請問如果你是老師要不要給他對 現在考驗各位了 如果你是老師要不要讓他對 想像一下你是我的老師 我的同學這樣做對不對 各位知道講我的同學或者是我的朋友 通常跟我可能有關 然後就是 畫了 畫了四顆蘋果對不對 如果你是老師要不要給他對 說說看 是來請說 要給他對 為什麼 理由 理由 給我理由 傷了孩子的心 太棒了 所以不管他寫什麼都對對不對 你講過沒關係 先讓後面來 來是 要給他對為什麼 理由 是數學課不是美學課 因為是數學課 對啊因為是數學課啊 喔喔喔喔 來是 你會給他不對為什麼 理由是 對因為兩根 我給你兩根香蕉再給你兩根香蕉 會產生出四顆蘋果 不可能吧 單位不對 香蕉是香蕉 蘋果是蘋果對不對 好 好很好 所以 來是請說 我覺得應該是對的吧 你覺得應該是對為什麼 他可能沒吃過香蕉 他可能 他可能畫是香蕉 他覺得是香蕉 看起來像蘋果 很好 沒錯 很好的解釋 對齁 是來 應該要給他錯為什麼 代表他不了解二加二次 好很好 為什麼沒考慮過對一半呢 好老師 好老師 謝謝 對考慮對一半 這是個好建議對不對 好 是請說 我覺得這老師出題可能還會有問題 為什麼要畫蘋果 像蕉 我小時候都這樣嗎 你這樣批評到我很多小學老師 對 好 沒關係 好大家都可以有意義 就是 因為他們畫就會 有的畫錢幣嘛 對不對 應該有人畫過錢幣的嘛 那像剛剛那位同學數手指頭的 對不對 都有嘛 這個有趣就是這樣 這個故事有趣在後面 你知道後來 我們小小老師給他錯 就錯嘛 然後那個同學就一直哭哩哩哩哗他的 老師我也是不錯 他說 你要記得 我們上課畫蘋果你就要畫蘋果 對不對 考試看到香蕉你就要畫香蕉 你看到什麼就要畫什麼 懂嗎 懂 好 那學了一學起 我們就有那個抽象能力了嘛 對不對 support應該有了嘛 就到這個期末考的時候 老師出了2加2等於 請問什麼事發生了 什麼事出現了 來來舉手來 什麼事發生了你覺得 對他就寫了22 對吧 老師有給他錯 他又哭著去找老師 老師為什麼錯 對這是數學嗎 對啊 這是數學啊 2加2等於4啊 你怎麼寫22 老師是你自己講的啊 看到什麼 畫什麼 那不是你講的嗎 各位要知道 對我們來講 就是我們其實都在想那個規則 對不對 對吧 我們現在因為會抽象畫的 所以當然很簡單 所以 形式化的重要就在於說 他其實呢 如果我們一般 在討論論證的時候只停留在 平常這種對話 OK 我們就是蘋果跟香蕉的程度而已 這樣可以理解 我們要在論證裡面提升到說我們可以做 好的邏輯思考 或者論證思考 就像你在學數學 你要學會2加2等於4這件事情 他其實要像這位同學剛剛講的一樣對不對 就是你要知道那個叫數學符號嘛 對吧 所以他是有抽象化 或有形式化 這件事呢 基本上呢是亞里斯爾先發現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非常 非常 大的一個跨越 OK 在這個學科上來講 接下來我們就回到剛剛 語句跟命題 究竟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 語句跟命題有什麼差別呢 我剛剛講過 語句其實簡單來講就是什麼 語句其實就是 一 堆符號組成的 符合 語語法的選擇 為什麼要符合語法 我來舉個例子 好來要回答舉手 來的是 5 OK 好啊 很好很好 據說通常要覺得老師有陷阱 是不是 好 1 為什麼 好 贊成的舉手 贊成他說法的 你會填1的 好 不贊成的 為什麼不贊成 他在的位置怪怪的 對不對 好 意思就是說 他的差別在這裡 來 我把它查掉好了 好 各位看一下 這兩個式差別在哪裡 上面那個毫無爭議 大家都懂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就是你習慣的排列符號的方式 對不對 好 那底下那個呢 雖然兩個符號一樣 但是排列不一樣 你其實就不知道我在問什麼 對吧 所以為什麼要符合語法就是 他有一定的排列方式 OK 好 不信我可以再舉個例子給各位知道 來 我再舉個例子 好 請問這個英文字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很好 加分 為什麼不知道 可以說嗎 再說一次 他看起來不像一個英文單字 為什麼不像 太好了 沒有母音對不對 換言之 我只要這樣寫出來 你會知道 他其實 不太符合我們對 英文單字的 語法的概念 對不對 因為沒有母音沒有辦法發音嘛 對不對 我就不知道怎麼發音嘛 所以 基本上他應該不是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個英文單字 你是利用 那個語法的 規則去判斷他是不是 這樣OK嗎 可以 OK 其實我不是知道他 不是一個英文單字 我判斷他的方式是用 他應該不符合 英文的語法規則 來決定他不是 所以你是用規則來決定他不是 而不是你真的知道還是真的不知道 對不對 OK 很好 所以這個叫語句啦 那什麼叫命題呢 命題就是 這個序列的意義或者內容 就我剛剛講的 他有一個意義有一個內容 對不對 比如說 各位都知道這個 傅老師是男人 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現在站在講台上這個東西是男人 對不對 對吧 就在講台上有一個東西嘛 那個東西就是男人 OK嘛 他的意義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個 不同的語句呢 可以用來表達同一個命題 為什麼因為它內容一樣 對吧 舉例 來我們來舉個例子 比如說 第一個 現在 正在下雨 OK 好 那第二句話 請問第二句話意思是什麼 現在正在下雨 對吧 是不是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你給沒有學過英文的人看這個句子 他會不會知道他的意義 不會對不對 對吧 如果他對英文一點都不熟悉 他可能更不知道這句話什麼意思 或者 第一句話你給那個 不知道中文的人看 他也不知道那個什麼意思 對吧 你還要翻譯給他聽 因為 你會說這兩句話意思一樣嘛 對吧 好 來第三句 現在正在下雨 來告訴大家 什麼word 那你怎麼會 蛤 你不知道你居然會 德文對不對 這是德文嘛 Segged 這是德文的現在正在下雨 OK 可以嗎 好 那以前為了增加上課的樂趣啦 也為了增加上課樂趣我就會出這個 請問這句話是 現在正在下雨 現在正在下雨為什麼 就可能有加密過 有加密過對不對 好 我告訴各位 這是我自創的 文法規則 我們可不可以自己 創造一個文法規則 可以啊 各位一天到晚都在創造文法規則 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一天到晚創造很多 看不懂的文法規則出來 對吧 害我們這些 那個老年人很辛苦 對吧 根本不曉得你們文法規則長什麼樣子 好 那以前為了測驗各位同學有沒有來上課 我在期中考就會出這題 請問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OK 那沒有來上課的當然不會嘛 這樣了解嗎 OK 所以沒有來上課當然不知道我要考什麼 OK 要有人考試考到一半會問說 老師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不會自己看 好 所以 各位知道其實我們可以自己創造文法規則 不過 這個也是 語言裡面有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曾經有一個哲學家問過一個問題說 我可不可以創造一個只有我自己懂的語言 可以嗎 只有 這個世界只有我可能 懂的語言 只有我自己可能懂的語言 別人都沒有可能懂 我再講一次喔 別人都沒有可能懂 只有我自己可以懂的語言 這件事可不可能 點頭可能為什麼 來舉手 可以但是沒有意義 但是沒有意義你怎麼會懂呢 就是基本上你在跟底下的貓 沒有意義你會有說就是你這樣感覺 跟貓 好好好 來剛剛舉手哪一位來 不可能為什麼 因為如果有規則的話其實應該也能懂 是 可能來為什麼 你把一個嬰兒跟一隻貓 灌在一個籠子裡 然後他們一起活了十年 他們說不定可以溝通 可是他的工作項不是人 是嗎 泰山的故事 對不對 很好 寫信給未來的自己 就那個符號只有你懂 但是是自己跟未來的自己 那這樣算 你這個問題更複雜 現在的自己跟未來的自己算一個人還是算兩個人 你這個問題對哲學來講更複雜 各位不要笑 等一下我們就會講到這件事 來是 剛剛綠色衣服是 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就算他對你裡面什麼都不知道 假設硬性的話 他搞不好還是會猜亂 因為這句話 就是 即使不知道他也會猜 對不對就這樣聽不懂對不對 他會猜 OK好這是一個難題啦 是請說 我覺得這個要先定義什麼叫做語言 就比如說我剛才查教育部口語詞典 很好 教育部口語詞典來告訴我們 什麼叫語言 他說就是有語音語會和語法所說 然後他說是表達起義和傳遞思想正常過去 但是如果別人沒有辦法懂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 透過這個表達起義和傳遞思想 很好沒有辦法表達 情義也沒有辦法傳達思想 所以他是失敗的 失敗的就不叫語言你的意思是這樣 OK很好的想法來是 算啊但是我們會有密碼學 我們會想要解碼 你講的比較像密碼學的概念對不對 就是說好 我可以用一些 密碼寫在裡面 像長頭詩一樣 類似長頭詩的意思嘛對不對 就是我們把它寫成像密碼一樣 可是那個可以解碼 有規則 我講的是連解碼都沒有 這種可不可能 好這是一個大問題 大家慢慢講沒關係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寫這個現在在下雨的話 假設你們都可以懂 OK嗎 就是我要告訴你那個現在是什麼 意思啊什麼 雖然大家的 片語不一定會一樣 但是我至少要有一個規則給你 對不對 那再來相同的語句也可以用來代表不同的命題 什麼意思 就是剛剛那個電腦的我愛你跟 我太太寫我愛你是不是不一樣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明天會下雨 請問 請問 請問這句話的命題要由什麼來決定 對是哪一天講的對不對 如果今天講3月9號講 明天會下雨那就是幾號會下雨 3月10號 如果3月10號講明天會下雨是幾號會下雨 3月11號 所以它內容不一樣 它指涉的日期不一樣對不對 好那 這種語詞我們通常叫做indexual term 對不對 這叫指示詞 就是你要根據 你所講的時間 或者講的位置或者講的人 來決定它的意義 對吧 所以那個意義並不是固定的 接下來第二個就是剛剛各位的問題 來各位看 你先借我5000塊 我明天還給你 OK 各位如果聽到朋友跟你講這句話 就要開始 考慮一下它是哪一系的 萬一不小心它是哲學系的 你就小心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他開始跟你討論什麼 你先借我5000塊我明天還給你 好 如果你碰到有人跟你借錢對不對 對吧 他說我明天還給你啊 我明天還給你啊 然後今天是3月9號 你明天3月10號去找他對不對 然後他說 對啊 你不是要還我錢 有嗎 有嗎 我們的約定是什麼 我們的約定是什麼 你說明天要還給我的啊 對 我明天還給你 好 所以各位在我們英文業語裡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叫什麼 Tomorrow Never comes 還知道這句話嗎 對吧 好 就是好比說 這個 老師或者家人或者你的朋友對不對 跟你說 你什麼時候要做 做功課 明天 怎麼還不做功課 明天 對不對 明天何其多嘛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OK 就是說 如果明天還給你的話 那你永遠都拿不到錢對不對 好 那很多人就說好沒關係 那以後借錢我就知道了 以後借錢要明顯的寫寫 比如說 比如說 你要2020年3月10日還給我 那就沒問題了對不對 對吧 好 這樣解決問題了嗎 還沒 對哲學家來講還沒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那個 你跟我有大問題 好你跟我有什麼問題 請問 跟你借錢 是什麼時候的我 昨天的我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要先證明什麼 昨天的我 跟今天的我 是同一個我 這個呢其實是一個很有名的 論證稱之為 人格同一性 我們叫Personal Identity 就是 一個人為什麼是同一個人 對吧 各位現在也許體會沒那麼大啦 以後你們體會會很大喔 你想想看喔 你搞不好結婚20年之後 你的另一半突然會告訴你說 你已經不再是 以前的你 對不對 好我請問一下 如果你20年後你的 你的另一半突然告訴你這句話對不對 你看你已經不再是以前的你了 請問你跟以前的你是不是同一個人 然後你就跟他說 不是喔我當然是同一個人啊 我當然還是20年前那個我啊 不 你自己不知道你已經不是了 請問 What happened 發生什麼事了 來請說 所以人如果改變了他就不再是同一個人了嗎 這樣講合理嗎 就人一旦改變了他就不再是同一個人了 這樣合理嗎 身分正是同一個人 所以物理性的同一個人 你只是物理的同一個人 對吧 是吧 那可是我在乎的是 你 對你人格上是不是還是同一個人 是請說 想要的不一樣了 對不對 我想要的是什麼 人格上同一個人 可是如果人格上同一個人你會嫌棄他喔 過了20年你還是這麼幼稚 對吧 你是不是希望他20年之後變成熟了 變得穩重了 對吧所以你看我們人多矛盾對不對 所以 在長時間來看 long term來看 我們也許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他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到底是要用什麼做根據 我要用什麼方式來決定他是不是同一個人 對不對 那當我對對方講說 你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你了 我在講什麼 我到底在講什麼 我在跟對方說什麼 對吧 那他到底是 我預期的還是不是我預期的 對吧 這個其實問題很多 其實這個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的 OK 尤其是那個相信那個靈魂學說的更恐怖 各位是要靈魂學說的嗎 相信靈魂學說說萬一 比如舉個例子貴姓 吳同學 各位可以想像我跟吳同學靈魂互換嗎 可以嗎 我跟吳同學靈魂互換會發生什麼事 我就是吳同學 雖然物理性看起來是對不對 對吧 這個是不是更恐怖 對吧 所以其實有很多有趣的課題等待人去探討 就是說我們到底 當我們說他就是他 這件事的時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OK 所以 其實他沒有我們想像那麼簡單 OK 所以 昨天我跟今天我為什麼是同一個我 這個 需要證明 OK 其實對哲學來講是需要證明的 所以這些都是這個indexal term 帶來的問題對不對 更不要說 我說我很餓跟吳同學說我很餓一不一樣 也不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說我很餓是傅老師餓嘛對不對 吳同學說我很餓是 吳同學餓嘛 對吧那個命題完全不一樣 雖然語句都一樣 但是呢 是不是有意義的句子都是命題呢 不是不是我們沒有這麼多 能夠放在論證的句子 並不是所有有意義的句子都可以放進去 OK 我們要放命題嘛對不對 但是有一些不是 舉例來說什麼東西不是 比如說 問句就不是 換言之當別人在問你為什麼的時候 你不可以用問句回答 對不對 對吧 是吧 不然試試看好了 來找個同學來 試試看 可以嗎 是 來問我一個問題 老師幾點起來 我幾點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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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這樣回答 可不可以 不可以嗎 我不可以回答問句吧對不對 他已經問我問句了 我還用問句回答可不可以 不行嘛對不對 是吧 要不然的話你約會的時候你遲到了對不對 對方問你說你為什麼遲到 我為什麼遲到 我為什麼遲到 你不準備回答嗎 就不提供理由的意思 因為我要 你要提供的理由不可以是問句 OK 好 試請說 請問 就是 我可能回答說 我怎麼會不知道 我怎麼會不知道 那就是省略的意思啦 對吧 就是你把那個命題說 我不要跟你講 直接跟你講那個命題 對不對 用一個委婉的方式講 或者用另外一句話講 對吧 就表示告訴我 對方我知道這個命題的意思 對吧 是 反問 反問就是你不準備提供理由不是嗎 那你呢 對啊 你就不準備提供理由啦 對吧 我講的是理由啦 理由不可以用問句 OK 那當然你要反問當然可以 還有什麼不是呢 像其實句也不是 imperative 一般來講命令句呀 起始句呀 這個都不會是命題 OK 可以嗎 那比如說 有時候那個 如果是你的導師 同學 家人 朋友 對不對 對吧 他對你 給你命令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一直問為什麼 可不可以 比如說我太太如果跟我說 去洗碗 為什麼 什麼 可以嗎 後果自負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要給你理由嘛 對不對 他也不需要你提供理由嘛 對不對 他也沒有要提供理由嘛 OK 他就是命令而已啦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好 那問題來了 那什麼叫命題呢 我們要怎麼判斷命題 這個很重要 我們的判斷命題 既然 命題是我們論證裡面的主要 的那個 元素嘛對不對 對吧 就是一個一個命題都是我們組成論證的主要元素 那我們要怎麼判斷是一個命題呢 並不是所有的句子都是命題 OK 那我們怎麼判斷 好很簡單來 我們要判斷的方式是這樣 所謂的命題就是有 真假值的語句 請注意 我這裡講的有 真假值的語句是 當你問出來的時候你只要想他有真假值就好 不需要你真的知道 他的真假值 OK嗎 好 比如說舉個例子好了 最後一位粉紅色同學請舉手 是 就是你 對很好 我看到你了 好 回答我真假就好 OK 你如果怕太小聲你可以 這樣 真假 回答我真假就好 傅老師是男人 真 很好 可以嗎 OK 傅老師是男人為真嘛 所以傅老師是男人這句話是不是命題 是不是 是嘛因為有真假值嘛 可以嗎 可以齁 OK好來 換這邊好了來 那個紅色衣服同學舉手 最後一排紅色衣服同學舉手 好來 換你囉 傅老師是女人 這個符號是 對 對 我要問真還假 這是命題 對對對這是命題 為什麼 因為他是 傅老師是女人 真或假 這應該很肯定吧 這個是假啦 OK嗎 傅老師是女人為假 OK嗎 可以嗎 好 要如何證明 所以學家不就是要證明 對要證明要證明 傅老師是男人要怎麼證明 說得好 我想想 傅老師是男人要怎麼證明 給看身份證行不行 這是一個證明對不對 當然有人會覺得說老師不行這樣證明不夠 對不對 各位知道證明有強度喔 各位知道在哲學上我們會研究證明的強度 好比說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去醫院看病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看完病然後醫生就跟你說這個藥拿回去吃 請問是百分之百會好嗎 不見得對不對 對吧 不見得百分之百會好啊 對吧 所以你會不會跟醫生這樣講 醫生 你要證明這個藥百分之百會好 我才要吃 會嗎 你會要求這麼強嗎 不會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求到數學證明 數學證明可不可以 大概對大概不對 不行嘛對不對 你有寫數學證明老師會說 你這個大概對大概不對 沒有這回事對不對 對就對錯就錯對不對 是絕對的百分之百的 所以證明是有強度的 所以你要要求證明傅老師男人這件事 其實在要求強度 也許傅老師自己說了算 也許看身份證 也許是什麼 看你要求的強度來決定 很好的問題 沒錯 所以這是有真假值 可是 我剛剛講過了 只要他有 你知道他有真假值 你不一定要知道 對吧 好比說舉個例子 黃色衣服同學 我看你點頭點得很好 來 舉手 請問 傅老師有三個哥哥 真還假 假 假 你真的知道 不知道 你可能原來有四個哥哥 好好 OK 好 不是 可是我的重點不是在我有幾個哥哥 我的重點是說你是真的知道 他的真假值嗎 你應該不知道吧 傅老師有幾個兄弟姊妹這個應該你不知道對不對 對吧 可是他有沒有真假值 有 我的意思是說這句話有真假值 雖然他不知道對不對 那個 同學可能不知道 可是這句話的確有真假值 今天牛肉一斤120塊 假的 假的 你真的知道 你今天有菜上菜吃的啊 好我是在問這句話有沒有真假值 有啦 有啦 這句話有真假值嘛 所以他是一個命題對不對 今天牛肉的價錢可以是一個命題對不對 但是 我們知道他有真假值 可是我並不一定知道他的真或假 可以嗎 只要有就好 不一定是我要知道確定的 當然有些你知道有確定的真假值啦 好比說台灣大學在公館啊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OK 那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測試法很簡單 什麼測試呢 好就是我們剛剛的方法 我剛剛其實已經測試過了 就是我隨便講一句話 然後我問你說這個是真的嗎 對不對 我剛剛有問嘛 就是傅老師有三個哥哥真的嗎 傅老師是男人真的嗎 傅老師是女人真的嗎 我剛剛是不是都這樣問 好問完之後 你可以回答 是或者不是 真或者假 那個其實就是命題了 OK 很簡單 好 所以簡單來說 什麼樣的句子是命題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值數據 我們值數據其實就是命題 OK 一般的值數據其實就是我們的命題 好 當然他會有一些問題我們稍後會再跟各位說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論證的形式 那什麼是論證的形式呢 論證形式這樣 我們其實邏輯要研究的對象呢 是論證形式而不是個別的 不是個別的 有個別的 論證就會像我們剛剛講的香蕉跟蘋果 OK 那論證的形式有點像我們的2加2等於4 請問那個2有沒有特別代表什麼 他有代表香蕉嗎 有代表蘋果嗎 有代表錢幣嗎 有代表瓶子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是吧 然後我們的數學家很可愛喔 數學家突然就有那個數學家 很認真的問我們說 那2在哪裡 你怎麼抓到他的 我們可以抓到具體的東西對不對 那請問2你怎麼抓到的 怎麼抓到 他在哪裡 2在哪裡 2在哪裡 好大家就開始很好奇2在哪裡對不對 對吧 所以就有人相信 即使這個世界毀滅了 2加2還是等於4 各位相信這件事嗎 還是你會相信 如果人類毀滅了 2加2等於4這些符號都沒有意義了 他應該是說 就是缺少解讀的人 就是他一樣是一個符號但是缺少解讀的人 就是要曾經去定義他 就是如果還要需要 等一下如果都沒有人的話 他還有 他還make sense 都沒有意義了 符號這個事情本來就是要有解讀的人他才會有 要有人他才會有意義 就是他要有一個解讀的不管是人還是個體 一定要有 他才會存在他的意義 才有存在他的意義 是嗎 可是2加2等於4不是真理嗎 我管理這個世界有沒有這個世界 說不定宇宙毀滅了2加2等於4不是嗎 不是應該這樣嗎 是 我覺得佛號如果人看不懂 就可能之後 沒有人看得懂的概念 2加這個 加碼的概念 只是如果寫2加出來 不一定有人看得懂 好 沒關係我們也沒有辦法回答數學家這個問題 因為數學家問太難了 對不對我們怎麼有辦法知道說到底 人類都全部毀滅了是不是2加2等於4還真的有意義 對吧 因為你好像你講的是說以後還是要解讀的人跟這位同學一樣 無論如何還是要有 有 個體或者人來試讀對不對 他才會make sense 對吧 但是 萬一沒有怎麼辦 還有嗎 沒關係 大家試試看 所以很簡單我剛才已經講過這個例子了 這兩個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這個其實是用具體的方式來表達這個式子 對不對 那這個式子抽象的 我們要的也其實就是這個抽象的 論證形式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做練習 什麼叫論證形式的練習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 這個第一堂課的時候曾經講過這個論證 各位看蘇格拉底是人 所有的人都會死 所以蘇格拉底會死對不對 對吧 好 我現在把蘇格拉底換成負號證 OK 然後把人換成老師 然後把會死的換成人 OK 所以負號證是老師 所有老師都是人 所以負號證是人 對不對 這兩個論證形式是完全一樣的 看得出來嗎 可以 OK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在推論上 在推論上 這兩個的樣子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要那個樣子 至於那個要放富號 再來是放蘇格拉底還是放誰 不重要 對不對 到底是放老師還是放人 也不重要 OK 我們只要放一個詞就好 好所以我們來做練習 所謂的有效論證是這個意思 來各位看一下 有效論證我們現在第一個 很Roughly的定義 就是 非常粗略的定義而已 就是你覺得 從前提可以推導得到結論 或者說在接受前提下 一定要接受結論 就是剛剛那個 蘇格拉底是人 所有人都會死 所以蘇格拉底會死 你會覺得這個是一個 有效論證或者叫正確的推論 可以嗎 注意這是我們專有名詞的 就是我們從現在開始都會說它是一個 有效論證 OK 是一個 valid argument 是一個有效論證 好 那意思就是說你如果覺得它是 有效論證你就知道 我在接受前提的情況下一定會接受結論 OK 這個叫有效論證 或者叫正確推論 好那 反過來說無效論證意思是什麼 就是 不正確的推論指的是 你即使 你即使接受了前提 也不一定會接受結論 換言之就是前提沒有辦法推導出結論 OK 可以嗎 就是你前提沒有辦法推導出結論 好那我們來看看實際的例子 好我們來做實例的說明 第一個 好我們來比較這兩個論證 如果論證形式一樣 相同的論證 形式 都會 是 一樣的 如果第一個是正確的論證或者有效推論 那另外一個也會是 好比如說 好我們來看第一個 好第一個論證是 這樣 我們來看1跟1' 1跟1'是這樣 各位注意看 顏色的位置 第一個是所有的男人 都是人 OK 好所有的人 都會詞 所以所有的男人 都會詞 這是一個有效論證對不對 沒問題吧 好 那各位看1' Pry 所有的蘋果都是香蕉 所有的香蕉都是橘子 所以所有的蘋果都是橘子 這也是一個有效推論 對不對 對 對 大家都沒有疑問 所以這也是一個有效推論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可是各位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的結論是 真還假 告訴我他的結論真還假 假對不對 對不對 所有的蘋果都是橘子 這顯然是假 對吧 是吧 所以換言之 有效論證 或者正確推論的結論 是不是一定為真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我再說一次 有效論證或者正確推論結論 不一定為真喔 OK 各位有沒有體會出你平常 有沒有湧起這種感覺的 有沒有 對吧 你看我聽到很多人在爭論這樣 你看我這樣推論有什麼錯 我這樣推論是不是對的 對啊 所以啊結論就是對的啊 不一定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問題了 很多人是不是覺得他推論對 結論就一定對 或者他推論正確 結論就一定真 不一定 OK 現在各位知道 這關鍵在這裡 很多人就是以為他的推論 對的他就對了 OK 可以嗎 好比說舉個例子 好比說舉個例子 如果有一個人說 所有傅老師講的話都是真的 所有傅老師講的都是真的 傅老師說大象是粉紅色的 會導出什麼 大象是粉紅色是真的 可是大象是粉紅色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 你的推論正確 不代表你的結論一定為真 很多人會把這個搞混 所以很多人的那個推論會 出錯出在這裡就是 他認為 推論比較正確的 他的結論就一定是真的 或者結論一定是對的 NO 這個認知是不對的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形式 他的形式是這樣 所有的S都是M 對不對 所有的M都是P 所以所有的S是P 這個SMP是一個代號而已 你可以帶任何東西進去 OK 比如說我們隨便來給三個Term好嗎 我們來練習一下隨便給三個Term 註音符號 不要笨好了 註音符號就好了好不好 註音符號就可以了 來隔壁紅色音符同學 給我一個語詞 謝謝 英文字母 很好來 再隔壁同學來給我一個語詞 數學符號 所以第一個前提就是 所有的註音符號 都是英文字母 好第二個就是 所有的英文字母 都是數學符號 所以所有的註音符號 都是 數學符號 這是不是一個 正確的推論 是 是不是一個有效的論證 是 OK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就是他是有效推論 可是他結論明明就是假的啊 結論明明就是錯的啊 或者用你們比較平常一點的話講對不對 結論明明就錯的啊 為什麼他又是一個有效的推論 為什麼 太棒了 就是 因為他的前提根本就 錯了 也就是說你發現他雖然是一個 正確的推論 而他的結論是錯的 或者結論是假的 一定其中有一個前提是 假的或者是錯 OK OK 可以 很接近我們等一下要講的東西囉 太棒了 再來 如果 像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 不正確的推論 來各位看一下 所有的男人都會死 所有的人都會死 所以 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這是正確還是不正確的 不正確推論喔 就像這邊一樣 所有的蘋果都是橘子 所有的香蕉都是橘子 所以所有的蘋果都是香蕉 這是正確推論還是錯誤的推論 錯誤的對不對 錯誤的推論或者說 無效論證 對吧 OK 但是大家注意看 大家注意看 看惡好了 先不要看惡pring 你看惡 所有男人都會死 所有人都是人 所以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請問 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這個結論是真還假 我都聽到男生的聲音 我都聽到男生的聲音 所有的男人 都是人 這是 真還假 對要講要講喔 你們要附和 好不好 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好我講的 跟那個認定無關 OK 就是萬一你說你不是人 不算 所有的男人 都是人這句話是為真對不對 注意 所以我剛剛講惡他是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無效啊 所以無效論證是在結論一定為假 不一定 無效論證的結論也可以為真嘛 對不對 即使他是一個無效論證 他還是可以有一個結論是為 真的結論 OK 可見的你看喔 有效論證不保證結論一定是真 無效論證也不保證那個結論一定為假 OK 這就是推論跟真假之間有很奧妙的關係 OK 但是很多人會把邏輯思考搞錯了 他會以為 我只要推論對了結論就是對的 或者我的推論錯了結論就錯了 No 不一定 OK 結論的真假 並不是由你的推論 正確或者不正確來決定 OK 他還有其他條件要顧慮 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實 我們經常犯這個錯誤 所以很多人在爭論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 你看 我這樣推論有什麼錯 我這樣推論就對了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對的 下次你就要 舉起你的手告訴他什麼 No 對吧 不一定嘛 OK 所以他的論證形式是這樣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一個無效的論證形式 即使你的結論是真的 也不代表他這是有效 不足以保證 即使你的結論是真的 也不是說他就是一個 正確的推論或者是 有效的推論 有效的推論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談談 充分條件跟必要條件 充分條件必要條件 大家比較熟悉對不對 因為這個 support高中數學上過對不對 對吧 好 那什麼叫充分條件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例子 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例子是 如果今天下雨則馬路會是濕的 這個句子通常我們把它稱之為 條件句 第一個句子稱之為條件句對不對 就是各位 常常學的若P則Q 或者是如果P 那麼Q對不對 都可以 若P則Q的句子 如果今天下雨則馬路會是濕的 第二個前提是今天下雨了 今天下雨了 所以你可以 推論出 馬路會是濕的 可以嗎 OK 請問這個推論合不合理 合理啊當然啊對不對 比如說 這個我如果跟各位說 如果你今天拿到加分卡 那你期末會加一分 沒有加這麼多對不起 如果你今天拿到加分卡 你期末會加分 OK 好 所以你想想看 你今天如果真的拿到加分卡了對不對 對吧 那你是不是就覺得自己會加分了 OK的嘛 是吧 所以這個推論是很OK的 同樣的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一樣的這個例子 各位可以看 如果人類可以生存在地球上 則地球上會有氧氣 合不合理 合理吧 因為人 從看到人可以 推論出有氧氣這個好像是對的 對不對 所以人類能夠生存在地球上 所以呢地球上會有氧氣 這個呢 通常呢 我們的條件句若P則Q P 通常稱之為我們的前件 Q 通常稱為後件 這有一個條件句嘛 conditional 這個條件句呢 一個叫做前件 P叫前件 Q叫後件 如果P則Q OK 假設你認為這句話成立 我們的P 前件 就稱為 Q的 充分 條件 我們叫sufficient condition 意思是說 我從P成立 可以推出 Q成立 可以嗎 從P成立可以推出Q成立 P稱之為Q的 充分條件 可以嗎 OK 很簡單嘛 比如說舉個例子 假設我如果跟這個同學講好了我說 如果 你這個 期末邏輯考100 對不對 我就送你iPhone 對吧 萬一你這個考100你會做什麼事 直接拿出來 老師 100 為什麼 你會直接覺得怎麼樣 那個iPhone要來了對不對 是吧 為什麼因為 充分條件 我說如果你 期末邏輯考100分那我就送你iPhone 那意思就是 你只要考了100 我後面那個就要成立 對吧 這個叫充分條件 可以嗎 所以它的形式是長這樣 各位看一下 若P則Q 對不對 如果P 則Q 對不對 P稱為Q的充分條件 所以當P成立的時候 Q就會成立 OK 可以嗎 是請說 上一屆 好 我們剛才 我就說就最後結論來講 所以地球上會有氧氣 這句話是最重要的 所以地球上會有氧氣 對 我是覺得如果能夠 人類能夠成員 地球上會有氧氣 這句話 有問題 沒關係你只是質疑前提嘛 對對對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敘述是不是本程式 有問題的 這個敘述會錯嗎 就是比如說你剛才說如果你拿到 如果你提供考考100%你會拿到iPhone 對 就是你先拿到100%才會有iPhone 是有先後順序 但是應該是先有氧氣 人類才能夠生存 就是它的先後順序會不一樣 嗯不是喔 充分條件不是這個意思 來我舉個例子 他不會有時間順序的 來我舉個例子讓你聽你就知道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好 這個問題刺激我把這個 可以再想一個好好的例子 告訴你 你看 你看 請問 父母的存在跟小孩的存在 誰是充分條件 你從誰存在可以推出誰存在 小孩 小孩嘛對為什麼 你想想看你在遊樂園對不對 看到一個小孩走失了 你會問他什麼 對你爸媽呢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小孩 你會推論出什麼 爸爸媽媽存在 可是父母存在會不會是 小孩的充分條件 不會嘛 你會在路上看到兩個人手牽著手 你小孩呢 不會 所以他沒有時間先後順序 他是說 你能不能從這個 這個事件 或者這句話 推論出另外一個 對吧 所以你看喔 你在遊樂園看到小孩 你是會推論出他有爸爸媽媽 對不對 所以你會直接去問他 你父母呢 為什麼 因為 你從他的存在這個事件 可以推論出 他的父母存在這個事件 對不對 可是 你在路上看到一對 即使他有小孩 對不對 你不能確定說兩個人手牽著手走在路上 然後你就問他家小孩 這個很怪嘛 因為你推論不出來 所以他不是充分條件 但既然講了我就直接講了 那反過來說 Q是P的什麼條件 必要條件 那什麼叫必要條件 就是 Q 如果不成立 P 一定不成立 OK嗎 Q 如果不成立 P 一定不成立 對吧 是吧 好 比如說舉個例子嘛 各位在過年的時候要 押稅錢對不對 要押稅錢是不是要講吉祥話 那各位通常講什麼 恭喜發生 新年快樂 我不要講得很有讓爸爸媽媽覺得他很偉大 那怎麼講 爸爸你辛苦了 這樣有沒有感覺爸爸媽媽會不會感覺很偉大 對啦也許有啦 我有一招各位試著想想看我是從這個靈感來的 我每次都會跟我爸爸媽媽講說 如果沒有你們 就 沒有我 對吧 因為他們存在是我存在什麼條件 必要條件嘛 所以他們如果沒有 就沒有我 對吧 所以爸爸媽媽的存在一定是你存在的必要條件 這樣OK嗎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的存在是爸爸媽媽存在的充分條件 所以真的沒有時間順序 對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這樣是不是要把會那個字號 就是會這個字字 可以可以可以 對對對 如果剛才只是想會這個 讓你覺得有點介意這樣 好沒關係我們就把它改掉沒關係 好 所以Q呢 P我們稱之為Q的 充分條件而反過來 Q 稱為P的 必要條件 對OK嗎 所以如果P成立我們就可以推出 Q要成立對不對 反過來說如果Q不成立我們就可以推出 P不成立 這樣可以嗎 OK 但是呢我們經常會有這樣的麻煩來看一下 我們會有這樣的麻煩就是 如果今天下雨就是馬路溫濕的 我們今天看到馬路溫濕的可不可以推出 今天下雨了 不行 這個顯然是一個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無效論證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吧 各位有沒有 湧起傷心的感覺 有沒有 為什麼 來各位看這個論證形式 你看 這個是無效論證喔 對吧 好 各位想想看 通常結果是這樣的 來 各位想 假設 假設我跟我的另一半說 假設我另一半跟我說 另一半跟我說 如果你愛我 那你應該做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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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可以嗎 注意聽喔 如果你愛我 那麼你又應該做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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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吧 好 那如果他問我說 那你愛不愛我 我愛你啊 請問各位推論出什麼 根據剛剛的推論 你應該做什麼 所以各位有沒有聽過那個 很多人在那個爭論的時候常常對對方講這句話 難道 就因為我愛你 所以我做什麼都是應該的 再說一次喔 剛剛的推論是這樣對不對 如果你愛我 那你就應該做什麼什麼什麼對不對 你愛我嘛 所以他會推出什麼 你應該做什麼什麼對不對 對吧 所以各位知道齁 如果你這樣問說 難道 就因為我愛你 所以我做什麼什麼都是應該的嗎 下次你在聽到你就要說 對 為什麼 充分條件嘛 我在說一次 不是嗎 這不是充分條件的推論嗎 如果你愛我 那就應該做什麼什麼嘛對不對 啊你又說你很愛我嘛 所以我會推論出什麼 你應該做什麼 OK 所以你這個質疑很怪 表示你對推論不熟悉 對不對 你如果對充分條件很熟悉你就知道 因為你已經先承認了如果你愛我 那你就應該做什麼什麼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承認你很愛我嘛 所以我當然會推論出你應該做什麼什麼 所以難道就因為我愛你所以我都 我都應該做什麼什麼嗎 很好那你學會了很好 OK 好 令人不平衡的是什麼 令人不平衡的就是這個 各位看反過來說 對吧 比如說我太太如果跟我說 如果你愛我你就要送我生日禮物啊對不對 對吧 那我送了他生日禮物 我就跟他說 你幹嘛我送你生日禮物啊 所以證明我很愛你嗎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這個推論是無效論證嘛 對不對如果你愛我那你就應該送我生日禮物嘛 對不對 可是我送了他生日禮物啊 對吧 有沒有證明我很愛他 沒有 這是無效論證 OK 所以我經常聽到很多人在那個 抱怨這件事啦 就是說 難道 我為你做了這麼多還不能證明我愛你 下次你會跟他說不能 為什麼 因為你的講法是這樣 如果你愛我那你就要做什麼做什麼對不對 可是你做了這些我證明你有愛我嗎 並沒有因為論證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所以這是人的思考的問題嘛對不對 對人的思考就這樣啊 他就是用充分條件跟 必要條件來思考的啊 那你怎麼可以怪他呢 他就是用這個來思考 那怎麼辦呢 各位 如果要挽回 情勢該怎麼辦呢 太棒了 把前提改掉 要怎麼改 這件事我已經實驗了二三十年了 太好用了 現在交給各位 這個是 這個很棒的招數 就是 各位想你們平常習慣都有講說 如果你愛我那你就該做什麼對不對 對吧 我現在都改掉了 我都說如果我做了什麼表示 我很愛你 OK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做這件事 根據這個推論他會推出什麼 如果他常常聽到這句話對不對 如果我做什麼表示我很愛 如果我做什麼表示我很愛你 如果我做什麼表示我很愛你 如果我做了這件事 那他會推出什麼 你很愛他對不對 就問我很愛他吧 更棒的是什麼 我愛他 可不可以推回來我一定要做這件事 不用喔 所以你不做也不會被他嫌棄喔 各位知道嗎 所以前提決定了人的思考嘛 對不對 是吧 所以你把那個前提換掉之後 你的人生會完全不一樣喔 而且我實驗過很多 真的很好用 所以各位其實可以試著 改變你的那個 從這裡開始改變你的思考 其實我們常常是因為這個緣故 然後我們 想不通 OK 所以以前我家那個小孩還沒長大的時候 他們搞不清楚這件事 然後 經常被我拿來當實驗品 是請說 如果我們說如果你不愛我 那你不會送我生日禮物 你送了我生日禮物 我可以推論出你愛我嗎 對 會 會 你說得很好 沒錯 如果你不愛我 那你就不會送我生日禮物 所以只要你送我生日禮物 就表示你很愛我 對 你這個講法更好 對 很好 對 也可以這樣講 是一樣的 OK 同學不錯 很好 我講講我家小孩的故事 我家小孩真的 有點辛苦 因為這個 不小心出生在一個 爸爸會邏輯的家庭 各位 你小時候你要考試的時候 家人都怎麼鼓勵你 你的長輩或者你的家人都怎麼鼓勵你 通常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考一百分那我就送你什麼 如果你考前三名我就送你什麼 如果你考前十名我就送你什麼 對不對 對吧 所以就會發生我剛剛講的情形嘛 如果我說你 期末邏輯考一百分那我就送你iPhone 然後你期末邏輯考一百分 你又把考學丟在我面前老師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好 可是我跟我家小孩都不是這樣講話的 我都說如果你要拿到iPhone 那你要考前十名 如果你要拿到iPhone那你要考前十名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對 如果他拿到iPhone的表示什麼 他一定有考前十名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要考前十名呢 不一定要給啊 對吧 是不是因為這個推論不成立 無效論證嘛 所以他如果 我跟他說如果你要拿iPhone那你要考前十名 然後拿了 前十名的 那個考卷來給我 我是不是要給他 不一定 對吧 因為推論不成立嘛 那從小我就 告訴他們這個邏輯思考很重要 OK 他們吃了多少虧啊 他們吃了多少虧我也不知道 然後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其實 我們人其實 對別人的說話不經思考的時候 我們其實通常就會直接接受對方的前提 根據我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比如說像你們的 小朋友說 如果你考前十名那我就給你 那個什麼獎品對不對 跟如果你要得到這個獎品那你要考前十名 其實我們對這個前提通常不太思考 我們會直接接收對方的那個前提 然後再經由他的前提來做推論 所以各位知道你要改變你的 人生 很簡單 你就 學會這個之後你就把那個 前提稍微設計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結果 就不會那麼辛苦 OK 可以了解吧 所以 事實上這個對我們很有用 OK 那剛剛那位同學講得很好 順便幫他補充一下就是 我剛剛說 如果我送你生日禮物 則表示我很愛你 對不對 你常常這樣講話 跟 如果我不愛你 那我就不會送你生日禮物了 這句話真的也不錯 對吧 這兩句話是一樣的 對吧 各位可以聽出來是一樣的 對吧 好 不過還有一個悲慘的後果 我也要順便補充一下 這個悲慘的後果是這樣 如果太太跟我說 如果你愛我 那你就要 送我生日禮物 對不對 對吧 這個悲慘的後果就是 如果不送他生日禮物 請問他會推論出什麼 如果不送他生日禮物他會推論出什麼 你不愛我 對不對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經常也聽到很多同學會抱怨這件事 難道就因為我做了這件事 這證明我不愛你嗎 對 各位知道我們那個 常常會有這種事嘛對不對 好像你只是 你感覺你自己只是犯了一點小錯啊 為什麼對方就覺得你不愛他了 或者你就 好像就要跟你絕交了 或怎麼樣對不對 其實就來自於這個推論 所以你仔細想這個推論對我們人生影響很大 OK 所以我們經常用這種充分 條件跟必要條件思考 在 做我們的任何的決定 OK 接下來要進入到 2.8 這是很 精彩的一部分 好 就是說 我們其實 跟各位提到了什麼叫做 有效論證 不過 之前所提到的都是非常 Roughly 就是很粗糙的定義對不對 比如說 我從前提可以導出結論 但是為什麼可以導出來呢 這個我們沒有一個 很形式化的一個定義對不對 那總不能說 如果兩個人有真論 這個人覺得可以導出來 這個人覺得不可以導出來 那到底以誰為準 這個就會有爭議對不對 好 那另外呢我們也在前面學到了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如果這個推論有效 不見得他的結論一定是真的 對不對 即使這個推論是正確的或者 這個推論是有效的 也不見得他的結論一定是真的或者是對的 好 那即使這個 推論是不正確的 或者這個推論是一個 這個 推論是一個無效的推論 也不見得他的結論就是 假的 或者是錯的 對吧 我們算是已經大致上有這樣的想法 2.8 最後一個部分呢 我們要給各位一個 很形式化的定義就是 我們怎麼來定義有效論證 那請各位 看一下 有效論證的定義是這樣 從前提跟結論的關係來看 有效論證呢他就會定義成 不可能出現 前提皆真 而結論為假的情況 就是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一旦 有這種情況出現 一旦有這種情況出現 那麼 我們就說他是一個 無效論證 OK 我們就說他是一個無效論證 好 那各位看一下 這個問題出現在哪裡呢 這個定義 不可能出現前提皆真 而結論為假的情況 好這裡面有一個 重要的keyword 各位看得出來嗎 前提皆真是不是 前提皆真的意思就是說 我可能只有一個前提 可能有兩個前提 可能有三個前提 可能有N個前提對不對 那皆真就是全部都為真 OK前提全部都為真 而結論為假 他沒有那個含混的地方 一定要全部都為真 還是 不可能 沒有錯為什麼 不可能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舉個例子好了好不好 我們先來 想想這個例子 各位想想看 假設這個傅老師對不對 傅老師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一天就走進那個 醫院去對不對 然後就對著這個 我們的醫生說 醫生醫生麻煩一下 把我變成女生 請問醫生接下來會做什麼事 醫生來請說 不可能 不可能嗎 轉到外科 轉到外科為什麼 整形外科 整形外科 不管哪一科沒關係 我也沒說哪一科 我是說 如果我進醫院的時候 跟醫生說我想變成女生 對不對 那醫生會開始做什麼事 醫生可能就會盡可能把你變成女生 盡可能怎麼樣 把你變成女生 把我變成女生嘛 為什麼 因為你想 因為我想嘛對不對 剛剛舉手前面那位 為什麼 因為我變成女生這件事是 有可能對不對 沒錯吧 我變成女生這件事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可以吧 這個叫有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進去跟醫生講說 醫生醫生我想變成女生 他就開始說 好那我們先來 諮商一下確定你真的想變成女生 對不對 都沒有問題了之後呢 就開始跟你說 我們需要多少手術費用啊 對不對 然後需要療程多久啊 為什麼 這些 這些計畫都代表這件事是 可能的 對不對 對吧 好 可是各位想喔 假設我進去醫院的時候 我就跟醫生說 醫生醫生來來來來 把我變成狗 好 這時候醫生會說什麼話 來醫生 轉到精神科 轉到精 現在不是整形外科 現在轉到什麼科 精神科 為什麼 不可能 對啊 我怎麼可能把你變成狗 對不對 對吧 這件事是不可能 對吧 是吧 我會說這件事不可能嗎 是吧 好 那就有一個問題來囉 傅老師有沒有可能是狗 有沒有可能 你點頭 如果我今天不知道 老師是誰 對 你一直聽到傅老師有可能是一個狗的名字 對啊 就是傅老師是狗這件事情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剛剛又說把我變成狗是 不可能 那這個差別在哪裡 好 我們來想想看喔 傅老師是狗在什麼情況下是可能的 就是你可以把傅老師想像成狗 可以吧 這件事有困難嗎 一點困難都沒有對不對 對吧 我們可以順便來問問吧 你們想想看喔 如果你把傅老師想像成狗 傅老師大概是什麼樣品種 比較像什麼 等一下一個一個來 那個笑得最開心的就是你 馬爾濟斯為什麼 OK好 還有像什麼 急娃娃為什麼 不知道就感覺很像是不是 OK好來那個 黃金烈犬 黃金烈犬 有什麼 黃金烈犬有什麼特點 開朗 開朗 OK 馬之狗 這是什麼狗 為什麼我不知道 等一下好 我等一下再問 OK好 Anyway 反正就是有一種 你把傅老師想像成狗這件事一點困難都沒有 對吧 所以你想想看喔 這裡就有一個麻煩點了 你說要把傅老師變成狗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可是你把傅老師想像成某一種狗 又不困難 對吧 那到底傅老師可不可能是狗 所以這裡的不可能就麻煩大了 是吧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種不可能 當我們用不可能這個字眼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很多種不可能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用什麼樣的不可能呢 我給各位 基本上區分這幾個 第一個我把它稱之為現實上不可能 OK 就actually的 或者是 在technically的就是在技術上 或者在現實上 我們做不到 OK 我可以想像但是我做不到 比如說各位想看 你剛剛傅老師想像成狗可不可以 可以嗎想像沒有問題吧 可是技術上做不到對不對 那各位有沒有信心將來技術會突破到 可以把傅老師變成狗 有嗎你看他點頭了對不對 是吧 有可能嘛為什麼 就是我們想辦法把那個 分解一下然後再組合一下對不對 傅老師出來就剛剛來說著什麼來著 馬子狗來著是不是 之類的對不對 就跑出來 OK 所以 Anyway 就是這個 我現在想像當然 想像上是可以辦得到 可是 實際上不見得做得到 OK 所以有一種可能叫做 現實上不可能 所以我去醫院叫醫生把我變成狗 這件事情是 現實上不可能 對不對 但是想像上是可能的 可以吧 OK 好 那各位想想看 假設我現在跟各位說 糟糕我講的話會成真 然後 我們接下來呢 這個老師可能就沒辦法跟各位見面了 因為 這個老師要去 外太空旅遊 現在不宜旅遊 舉例而已 對現在不宜旅遊 不過 老師想要去外太空旅遊 好各位 我想要去這個 冥王星 一個禮拜來回 所以請假一個禮拜可以嗎 各位允許嗎 好 請問一下我一個禮拜要冥王星來回這件事情 現實上可不可能 不可能對不對 好 但是呢各位告訴我 物理上它可不可能 咬頭為什麼 太遠了 所以 我們不可能做一個 速度很快的讓我一個禮拜來回 可不可以如果我有這個太空船速度夠快 讓我一個禮拜來回這件事可能嗎 咦它點頭可能為什麼 未來可能 就是它不違反物理定律 我們現在只是技術上沒辦法做到讓那個 速度那麼快而已嘛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速度夠快好像那個 來回沒有問題 對吧 OK吧 你點頭點得很好 是嗎是可能的 對吧 不違反物理定律對不對 OK 很好 接下來 接下來 我說 老師又要去那個外太空旅喔 對 我現在講 一個禮拜 支旅星來回 不可能怎麼樣不可能 因為它 就是速度不可能超過光速啊 喔 很好 根據現在的物理學告訴我們對不對 我只能說根據現在的物理學 我不敢說未來 我也沒那麼厲害喔 好 根據現在的物理學告訴我們 凡是有質量的東西 你的速度不可能 超過光速吧 對吧 是不是 所以呢如果我們到支旅星的話 是多遠 26光年對不對 如果沒記錯應該是 25多 25 26光年對不對 算26光年好了 如果我們距離那個 支旅星26光年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我 即使是用光速去也要幾年 26年回來也要26年對不對 所以不可能一個禮拜來回嘛 所以它在物理上可不可能 不可能 是請說 老師我找問一下 你那個說一個禮拜的 參考做標記是你的做標記 是 是 因為如果 是 當原則會接近光速的時候 它時間就不會變慢 所以說 對對對 我們就是原來的時間啦 沒有錯 OK 就是 不考慮那個時間 變慢那個 那個因素的話 OK 就是 我跟你們講一個禮拜來回 你們沒有用光速運動嘛 可是我是用光速運動嘛 假設啦 對吧 雖然我的時間變慢可是你們沒有 是以你們的時間為準 OK 我一個禮拜之後要回來這件事更不可能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你們已經老了 對吧 根據那個原理 回來雖然我沒有變老對不對 可是你們已經老了 對吧 所以 一個禮拜 時間來回這件事不可能是什麼 物理上不可能 我不可能做到這件事 對不對 這位同學講得很好 對不對 要看誰的那個時間 好 但是 但是 什麼是可能的 想像上可不可能 你可不可以想說我一個禮拜這樣來回 可以啊瞬間都可以對不對 是不是 對吧 好 所以呢 這種只要想像上可以的 我們都稱之為什麼呢 我們都稱之為 邏輯上可能 只要你想像上是可能的 我們都稱之為邏輯上可能 對吧 各位 你想想看那個我們那個科幻辯不是常常這樣演嗎 對不對 就說船長 我們現在以九倍光束前進 請問以九倍光束前進這件事情是 物理上不可能 對不對 對吧 可是邏輯上可不可能 當然可能啊 就是因為邏輯上可能他才寫得出科幻小說嘛 這樣OK嗎 可以 所以 邏輯上可能這件事沒有問題 好 那各位問題來了 什麼是邏輯上不可能 現實上不可能也有可能 物理上可能對不對 物理上不可能有可能 邏輯上可能對不對 那邏輯不可能是什麼 我要從地球跳到冥王星 我要從地球跳到冥王星 邏輯上不可能嗎 地球 冥王星 這個想像很難嗎 不難吧 對來是 對就是你藍色衣服同學對 一個正方形的眼很好 其實同學講得很好 所有的 矛盾都是 邏輯上不可能 OK 只要是矛盾的就是邏輯上不可能 對吧 比如說圓的正方形 對吧 之類的 所以這樣可以分出不同的不可能對不對 那我有時候有點好奇 假設各位將來這個長大了對不對 這個不跟你另一半親愛的步入禮堂 對吧 然後你另一半就問你說 你以後會不會劈腿 你就跟他說不可能 請問你回答的是什麼不可能 你想要回答什麼不可能 對現實上不可能對不對 就是我想要回答的是現實上是 不可能對不對 可是很抱歉其實你的答案是錯的 因為 大家都是現實上可能 對吧 他其實還是現實上可能 然後 不過我要強調說 他要強調那個不可能 就是 現實上不可能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種不可能 OK 好 那 如果以後老闆要你加班嘛對不對 你三天之後把這個七彎做出來給我 不可能 你想要回答他什麼不可能 現實上不可能 可是你的老闆覺得是什麼 對啊 他覺得現實上是可能的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這種爭論 就是因為 現實上的不可能 是會隨著時間而變動的 以前做不到的技術現在一定做不到嗎 不一定 對吧 所以以前認為 現實上不可能嗎 對吧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在各位這個年紀的時候 如果有人跟我講說 我們可以在電話裡面看到別人跟他說話 我一定說什麼 不可能嗎 我們那個時代 打公用電話就了不起了 各位打過公用電話嗎 不可能 你們在路邊拿過那個 公用電話話頭 真的喔 所以那個 其實是 我們以前都是打那個電話 我們連手機都沒有 我在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們連手機都沒有 我們那時候的那個 最流行的東西叫做 BB Call 那時候有BB Call就了不起了 就傳呼叫什麼呼叫器 之類的 很了不起 所以各位知道 現實上的不可能 現實上的不可能其實它會隨著時代 會有不同嘛 對吧 所以如果各位進到台大來的時候呢 台大老師就可以講說 各位 我們的任務 就是要畫不可能為可能 請問我在強調什麼的可能性 現實上 這樣我們技術上做不到 可是經由各位的努力 將來我們就做得到 所以我們是畫不可能為可能 對吧 那這種畫不可能為可能有沒有可能是把 邏輯上的不可能變成可能 不可能 你要把邏輯上的不可能變成可能是不可能 對吧 OK 那物理上也許有機會 看物理理論的發展 對不對 這個我也 不是專家 不過 我們的物理學曾經變化過嘛 對不對 所以 基本上它是有可能的 OK 好 所以各位要知道我們其實對不可能 就有很多種想法 好 各位回去呢 第一部分我們已經做過了 第二部分其實就是你自己做一下練習 把它填進去就好了 OK 好比說 所有的狗都是動物 有些動物是肉食性的 所以有些狗是肉食性的 用S代表狗 M代表動物 P代表肉食性 所以第一句話要怎麼填 有沒有人要幫我們填一下 所有的S都是M很好 對吧 所有的狗都是 肉食性 都是動物對不對 第二句話呢 有些M是P 很好 有些M是P 就是有些動物是肉食性的 好 第三個呢 所以有些S是P 對不對 那它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呢 不是 為什麼 肉食性的動物 裡面可能不包包狗 肉食性的動物 怎麼樣 裡面可能不包包狗 可能不包包狗 OK 好 就是 我講的那個肉食性跟狗 可能是 不同一個區塊的 對不對 很好 那以後我們會教各位怎麼看有效論證 或無效論證 所以各位回去先做直覺練習 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比較重要的是C大題 來各位看一下 C大題 C大題是我們要來判斷這些乘數的真假 然後用T代表真 F代表假 OK 好那各位看喔 我舉第幾個例子呢 第三個好了 來各位注意看 如果所有的前提 實際上 都是真的 而且結論也 實際上是真的 那麼它一定是有效論證 對不對 搖頭 為什麼不對 因為 它有可能是 過程有誤 有可能是過程有誤 什麼意思 應該說 就是它的結果 跟它前提的真假 跟它 推論中間有沒有效力管理 推論有誤 誤打誤狀 誤打誤狀 不太是這個原因 好沒關係 再試試看 來請說 好你舉例子太好了 例如說呢 我從 傅老師是男的 的這個前提 推出傅老師的老婆是女的 這個結論 它其實 這個不是有效論證 但是 跟前提跟結論都是真的 說得很好 對沒有錯 聽得懂嗎 就是前提實際上真的 傅老師是男的 對不對 他的立志在嗎 對吧 然後 結論是 傅老師的 老婆是女的 這也是真的 對不對 那 為什麼這個是一個 好現在問題來了 為什麼 它是一個無效的推論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什麼 注意喔 我剛剛講那個可能性是什麼的可能性 什麼可能性 邏輯上的可能性對不對 我們要想像的是邏輯上的可能性 不是只有現實上喔 對吧 所以邏輯的可能性是什麼 就是我如果可以想像 有一種情況是 傅老師是男的 為生 傅老師的老婆是女的為家 這可不可以想像 可以啊只要我 跟我同性結婚就好了嘛 很簡單嘛對不對 誰有把握傅老師的老婆一定是女的 不會嘛 傅老師的老婆當然 邏輯上有可能是男的 也有可能是女的對不對 對吧 現實上也是喔 不僅僅邏輯上 現實上也是嘛對不對 所以 有可能是男的 也有可能是女的 對吧 所以我如果可以想像傅老師 是男的 這個前提是為真 傅老師的老婆是女的 雖然 實際上是真的 可是 他有可能為假 對吧 因此他就是一個無效人生 OK吧 我只要可以想像這個情況就好 不用實際上 OK 所以第三個其實是 第三題其實是錯的 對不對 因為他只考慮到 實際上的情況沒有考慮到 其他所有邏輯上可能的情況 OK嗎 那各位回去就做練習 那有問題我們都會在 課堂上再跟各位做討論 有答案 然後我先回來 發生了 就算了 我們也要失去 如果有討論 一點應該是 如果你喝了 就說